作词 李宗盛 陪着我度过慢慢一生 我知道我是一个有能的女子 在心里编织自己的故事 等待你说出那些美丽的句子 我的人生才正常开始 我知道爱是一个太精神的字 只有你才能帮着我认识 你是否能够将它写进我们的故事 一直到你说爱永远不会停止 喂 董长办公室 你好哪位 小 小南 怎么可能 喂 请问您找谁 请问 请问雷董在吗 找我的吗 请问您是哪位啊 我是杨俊贤 请稍等 董事长 杨俊贤的电话您接不接 我说了吗 我在害怕什么呀 迟早都要碰面的不是吗 如果要闪躲 当初为什么又要进雷氏公司呢 你饿不饿 你都知道我 笑什么 大小姐 电影早就算场了 电影里面的小男孩万里蜀木 也找到了他的母亲 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你怎么能哭得鼻涕一把了一把 再感染了 好了好了好了 就哭了 认识你近长时间 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多出山感 让别人看到了 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 好 好 我每次一看到这种电影 就会想起我了 好了好了 乖 不难受了 饿不饿 不饿的话带你吃东西 不饿的话 我带你吃冰淇淋的手上 现在几点呢 九点半 我们手点来了 不然可以找爹地和Nancy 一起吃消费夜的 其实他们一下飞机 就应该替他们接风的 可是他们一下飞机 就有办法 不过说真的 这次他们俩从欧洲回来以后啊 还真有那种点味道 什么味道 谈恋爱的味道啊 你都不知道 爹地满面春风 一看啊就是有爱情的滋润 亏了我在当初啊 从背后加了把劲 这些钥匙长了啊 我真的给自己包个大红包 你还挺忙 你还在用Nancy 可以介绍你的那款香水 你不喜欢 怎么会不喜欢呢 只是我闻到这个香味随口万有 走吧 我带你吃东西 新鲜出炉的大薯条 谢谢 谢谢 雷雷 刚才忘问你了 Nancy这个人 长得什么样 她呀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开玩笑的啦 你好奇啦 当然好奇啦 任谁都想知道 是何方神圣打开的伯父 封闭了十几年的心扉呀 再说了 你老跟我说 Nancy这儿好啊那儿好的 我再不问一问 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了 怎么说呢 Nancy年龄差不多有三十岁了吧 眼睛挺有神的 一头利落的短发 外表看起来呢像个女强人 可是说起话来 晴晴柔柔的 我想到了 就像那些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 大概是听错了 小楠怎么可能舍得 把头发给剪了 对了 等有时间啊 咱们四个人找个漂亮的地方 一起去度假吧 好啊 但是 你得提前告诉我 我好安排一下时间 最近跟我做个担保 你这还没当上 天下董事长呢 就开始摆谱了 你再忙能有我爹地忙吗 口误 口误啊 这我怎么可能 比伯父忙呢 我全力配合 全力配合 这还差不多 帮我看 帮忙 你请吃啊 好 莱莱 我突然之间想起 这样还不太好 情侣之间 是不能分着 一根薯条醋的 为什么 因为有一句话叫 分属两地 我才不信呢 你信 好吧 行 匈长还紫色的绿色的 真热闹 这什么呀 是我们家衣服吗 口罩吗 这么大口罩 中罩也不是 这 这什么呀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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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裤啊 这丢死人了 这 这就 就这么点不 能遮住什么呀是什么 这 这这么点布袋 卡的屁股缝里 难受不难受啊 活了这么大年纪 这头一会儿见识到 现在女孩啊 脑子里头想些什么呀都 这 这能穿吗这 天哪 回来了 回来了 外面真热啊 快把人烤干了 还是家里舒服 我说这个 见多识广的何校长 这个您见过吗 这什么呀 这什么呀 什么 这什么装饰品 没什么艺术价值 是什么呢 这是 也 旗帜 不像 到底什么呀这是 这不是旗子 什么旗子啊 这是内裤 那 什么内裤啊 我看看 有什么好瞧的 这是虾滑的 虾 哎呀 你可真有意思 怎么让我看呢 这 让你长长见识啊 这 刚才啊 我也研究了老半天 你看看 就这么一丁点布 我这一劲做它 十几劲都不止了 爸 妈 早 早 你今天不上班 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反正都醒了 躺着也是白躺 还不如起来 做些有意义的事呢 那我去把稀饭热一热 咱们借这个机会啊 聊聊 坐坐坐 见虹 你要训话 也得等人家吃饱了嘛 他们才刚睡醒呢 妈 没事 我昨儿一整晚 都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是醒着 还是睡着 老是昏昏沉沉的 正需要爸的提呼观点呢 来 坐啊 小夕那你也坐 怎么 你们 还在想着 到哪儿凑钱呢 小夕让我写一份 详细的增资计划 现在国家鼓励金融机构 给有发展潜力的 中小型企业贷款 如果是高科技 或是绿色环保产品 政府在相关政策上 还有优惠呢 好啊 这是个机会啊 抓住 有几成把握啊 能带足额的吗 有几成把握还不好说 还真努力呗 我相信总会有 灰眼是英雄的人吧 银行那么多 如果带不了五百 带个三百两百 总是有的吧 俊贤又不是外人 我相信如果少那么一点点 也不至于成不了事啊 可是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咱们把该做的做了 就不用再那么担心了 把心放宽了 别臭眉苦脸的 这个眉头越揍得紧呢 心里头越忧郁 吃了饭之后 又没什么事呢 带着小夕一块 到公园里头走走 爸 我还得写增资计划呢 闷着家里有什么灵感呢 出去走走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效果更好嘛 爸 您不用为我们操心 我们一定会适应这种过程的 压力才是进步的推手 我们一定会把压力 变成动力的 您放心 洗饭热好了 你们俩赶紧去吃 喂 你到底要住多久啊 你什么时候不办法 给我日子行不行 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呀 前几天不是说 我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吗 大家早上好 我现在后悔了行吗 就算我年轻 脑子热爱冲动 你住在我们家 影响了我们全家人的作息 我有权利让你施断嫁 叔叔阿姨 姐姐姐姐夫都没说什么 你叨叨我什么劲 吵吵吵 吵得我脑袋都快裂了 阿姨 你帮我收衣服了 谢谢阿姨 我一会儿就收拾上去 没事没事 香华姑奶奶 你赶紧收起来行不行 这我家客厅你别随心所欲 快快快快 阿姨啊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这种东西在城窗里到处都是 就跟永依差不多 那个香华 你不是还没吃早餐呢吗 有稀饭 放入好的 你最爱吃的 对对对 有稀饭 有稀饭呢 我想吃三明治 三明治啊 行 那我去买啊 妈您甭理她 她什么人哪 还让您伺候 我又没让阿姨去买 阿姨 我自己出去吃就行了 太好了 您快请 请 李宏 你干吗瞪我呢 你不陪我去 我怎么知道哪里有卖三明治 再说了我要是迷路了怎么回家呀 要是我家不是你家 干吗那么计较嘛 小北啊 建宏啊要在家里写个材料 你就带她出去转转 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 爸 还有八个小时 您让我去哪儿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 怎么那么多话呀 走吧走吧 我 走 走 等等 我借一下鞋道啊 你怎么这么麻烦啊 叔叔阿姨姐姐姐姐夫再见 走 现在这女孩子 衣不避体 真是 又改革 还先开放 又改革 喂 你们家这小区附近还真是落后 连个像样的西式早餐店都没有 那你就赶紧搬 找一个环境优雅的高档社区 最好是旁边还有什么牛排馆 铁板烧之类的 让你一日三餐 餐餐不辣 那还得了 我要这么吃的话肯定胖死 你要想减肥 就不能重阳内外 你看电影里那些外国女人 哪个过了三十岁 不都是大象腿水捅腰啊 那都是吃出来的 我说你走快点行吗 大太阳的你想晒如光月啊 那就是是的 前面有个网吧 可以吹冷气消磨消磨时间 喂 你这人还有没有点理想了 这好不容易休个假 你就往网吧里钻 再网上挂一天 你能有什么收获呀 也不想想做点有意义的事 口气不小啊你 怎么着 你还真是言语律人宽以待己啊 那我问你 你成天花枝招展地 在照相机面前搔手弄姿 你的理想在哪里啊 超模 什么 杨铭于国际体型台上的 超级名模 我要做超级名模 就凭你 我知道我的专业素养还不够 无论是身材 内涵 专业素质 我都还差了一大截 所以我不断地在充实自己 成天在掌馆里走来走去 就充实自己了 那是赚学费 我不但要健身 而且还要上礼仪 声乐舞蹈 还有什么化妆 那学费都归得吓死人 我要是不多跑几场 我哪来的钱交学费啊 那你还花那么多钱买衣服 那也是名模需要的花销啊 你要知道有好多明星 都是在大街上被经纪人发现的 就像现在我们走在这条小巷上一样 说不定就会碰见什么大导演 大设计师的 所以我只要一出门啊 就得当体型台走 做我做 做我做 走路就走路 干吗扭摇你屁股的 你累不累啊 那是因为你不懂得欣赏 女为悦己者容 我问你 你承不承认我是个男人 要是全天下的男人 审美观都跟我一样 你们还没得起来吗 那至少我有理想 我有目标啊 何小北 你的理想目标是什么呀 安于现状不求上进 每个人要是像你这样子 没有动力没有目标 成天混吃等死 干脆连班也别上了 让你爸妈养你一辈子好了 你骂够了没有 差不多也就这个意思吧 那你就给我闭嘴 要不咱们就分道元彪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董木桥 你又不是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听你的 别发火呀 既然在附近 那就过来吧 记得把那数据给带着啊 见面了啊 好的 拜拜 请进 董事长 您的茶 谢谢 广虹集团的袁总 约了十一点要来拜会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您看有没有什么需要 特别准备的资料 糟了 这事我忘了 是今天吗 没错 是今天 糟了 我约虫了 刚才俊贤打电话来 他约我 他说他来这里报告 山中传奇复工的事 这么着办 待会儿他来了 让他直接进来 你帮我招呼一下 顺便替我看一下这个人 好吗 楠欣 楠欣 人不舒服吗 没有 要真不舒服 别撑着回家休息吧 谢谢董事长 我真的没事 喂 袁董 正准备工后搭驾呢 好 上不了飞机啊 好 你等会儿啊 Lincy 明天早上十一点 我有空吗 目前还没有什么安排 袁兄 是 没问题 咱明天十一点见 好吗 拜拜 这计划永远改不了变化 临时不来了 待会儿就让俊勤直接进来吧 待会儿就见面了 她就会知道 我潜伏在她的外围 Lincy 电话 对不起 我出去见吧 怎么一回国就有那么的心事重重呢 喂 喂 是 我是 对 机票和饭店的账单都在我这儿呢 好 马上我给你送过去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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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屁肺 怎麼跟何曉楠這麼像 該不會連電腦周面 都是全家福的照片吧 好 伯父 恩西怎麼直接請你進去啊 我一進來沒有看到人 我就在這兒稍等一會兒 進來吧 好 好 這是我的心意 為勞你這兩個星期以來的辛勞 還有就是特別感謝你對我爹地的細心照料 打開看看 好 蕾蕾 陪董事長出差是我分內的工作 你的禮啊我不能收 哎呀 又不是什麼貴重的禮物 我是真的很想讓你知道我對你的感激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少在爹地臉上看到這種笑容了 從歐洲回來以後 不管每天工作再累再辛苦 在地的臉上都沒有疲憊 眼睛也比原來更有神了 我知道 這些都是你的功勞 好 原來他老跟我説要退休 可是現在好像一下年輕了好幾歲呢 你這麼誇我 我真的受之有愧 我所做的 就是一個特助該做的事情 真的沒有什麼功勞可獎 我的高跟鞋 還把董事長的手給劃破了 還好董事長沒有跟我計較 就要換作別的老闆 說不定我了 怎麼把我開除了呢 你放心 我爹地絕對不會開除你的 因為他已經離不開你了 收下吧 你不說我會傷心的 謝謝 謝謝 楠西 你討厭我爹地嗎 沒有啊 怎麼可能呢 董事長 是我參加工作以來 遇到過的最有能力 最和蔼 也是最體諒下屬的領導 你應該知道 我指的 不是工作上的讨厌和喜欢吧 除非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我不能勉强 反正你不也说我爹地挺好的吗 如果这些说的都不是假话 为什么不尝试交往看看呢 跟着董事长工作 我没有想过这些 好像我的身份跟地位也配不上吧 这些你都不用在乎 我想让你知道的是 我是真的很希望我爹地能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 我真的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我呢 散散开 她干吗呢 收酱油选 给我到办公室去一趟有话跟你说 来 建明他爸刚进去 你紧张什么呀 现在沈家都要分家了 各唱各着调 各走各着道了 你呀 以后也不用给沈家 再做小媳妇了 要学点大家闺秀嘛 有什么话说 你最近 有没有碰到苏海峰呀 苏海峰 不会脚上说话呀 我兜了有没有钱 我上那儿干吗去 你没有发现 我最近按时按点 我到你这儿来报到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那么多废话干吗呀 你咋苏海峰干吗呀 我想加码 加码 谢谢啊 谢谢 我回头啊 我回头啊 当时我跟你说了 你不听 小鼻子小眼的搞那么一下子 现在返回劲来了 我不去 试试试嘛 你不会手快肉 我怎么跟人家说啊 好马不吃灰毒草 外面说去 行行 除非 你是我爸 我能不知道你除非呀 快出来 哎呀 你有个事 除非你吧 咱们把这个事进去 偷偷摸摸 又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 小猴子 你快点啊 前面祝迪都在卖碗了 好嘞 刚出一锅 我马上就送钱去啊 你快一点啊 好嘞 你快点 又不知道什么事 说不定还扎容白眼 可万一出什么事呢 哥 你别跟我提沈建鸥 五百万这么大个数 他该开这个口 当初离开家的时候 五十万都都看不上 说什么要靠自己闯 绝不拿家里一分钱 现在可好 现在回家来 五十万不要 要五百万 咱们家救他有出息 有能耐 这话不是我说的 妈也这么觉得 他现在回来 回来跑沈家的根了 你说我心里能痛快吗 哥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 那你说什么呀你 不说这个说什么呀 是 打小 你就跟他亲 你个做姐姐的爱护弟弟 我没话讲 可是我就接受不了 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 我这个哥哥 娟儿 说句实话 咱俩是一个妈生的 有什么心里话 都不应该互相隐瞒的 可我总觉得在这个家里 我根本就是个外人 你给我机会说了吗 我还没张口 那你就哇了哇了 说了一堆 好像我要光你要 五百万一样 告诉你 建红开这个口 我其实也觉得不太妥当 可他已经说了 我有什么办法呀 把爸给闹的 进厨房都没心思了 我心里能不难受吗我 你们兄弟俩爱拿多少拿多少 我不跟你们抢 可你们得考虑一下 老爸的感受吧 一提到钱 就好像见到仇人一样 反正这五百万 打死我都不会同意的 如果爸一定要答应他 我就只有一条路要走 你也要我分家了是吗 爸 你妈妈临走的时候怎么说的 除了御凤 躺在病床上没听见 他撑着最后的一口气 他仔仔细细 清清楚楚地交代每一个人 你 娟儿 建红你阿姨 她一个没露 她为的是什么 今天不管为了任何理由 你身为沈家的长子 你口口声声地说 你一辈子记得你妈妈的遗言 你们为什么陪逼着我 往那条路上走 那条路是你妈妈 你怎么沈家条的路吗 你手上这条路 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吗 是 你说了一点错都没有 我妈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分家 我也一直把她的话记在心里 可是光我一个人记得有什么用 她沈家婚下来要五百万的时候 她又想到过我妈妈 阿姨哭着喊着关键要钱的时候 她又想到过我妈妈 还有你 你想瞒着我偷偷塞给沈家五百万的时候 你连现在想过我妈吗 哥 你别这么跟爸说话 你给我闭嘴 我妈她一直在我这里 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她一直苦苦地守着这个家 可这个家根本就没有她的位置 我 我还哭哭守着这么一个 守着这么一个家 可笑吗 你 你 你说什么 这个家里没你妈妈的位置 你妈妈的莫为例子沈家的部员里 你怎么可以说这不是她的家 我妈的家 家里有我妈的照片吗 这真是我妈的家 我又那么委屈 把她的遗像放在我的房间里吗 我妈走了还没有一个月 你房间里就笑声不断 你的心里要是真有她这个人的话 你笑得出来吧你 爸 他不是不难过 不管我妈在还是不在 咱们的日子不都得照常过吗 是啊 妈活了一辈子 她这一辈子 永远都是在为别人着想 所以 所以她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这个家 失去了健康 最后把命都搭上了 这就是咱们可怜的妈呀 她临断期前 还在想着这个别人的家 刚好她这一辈子 写了一出让我肝肠寸断的 这样一出悲剧 我实在是够了 我知道 不管我再怎么付出 我再怎么牺牲 都不可能换回我妈的生命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这是不会原谅啊 是吗 我妈最后那段时间 你去看过她几次 她已经是风中惨残念了 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 让她跟你好好说说话吗 她为你守了一辈子呀 对 你们俩不是夫妻了 那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陪陪她 非要让她走得那么孤单吧 所以我辛辛苦苦地守着这个家 这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就应该有我妈 我说的不是吗 我明白 我明白 姜老师 我明白 爸 我哥不是那个意思 我明白 哥 你还想说什么呀 我今天就要说的就是 你要当心你老婆 他还有他爸 一天不知道在商量什么事 上回他把爸给卖了 你当心啊 下次他就得散尽你 人家卖了还替人家数钱 我以后就会让这人家联系 不肯定你 我肯定你 你不肯定你 你不肯定你 你看什么都好 你不肯定你 我肯定你 你不肯定你 卓妍 好段日子没来看你了 你好吗 刚才在家里头 建民把我给骂了 可他骂得一点也没错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卓妍 可我早就打算好了 我这辈子欠你的 我下辈子一定还你 我也明白 你就想着家里头和和睦睦 每个人开开心心 淳于 淳于 这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孤单 我苦心为耻的一个家 那咱们就剩我一人 淳于 这会儿我真没辙了 我 欲凤贱民秋平 每天追着我不放 我我我气头是喘不过来了 我这一天到晚 勾心斗角 繁目成仇 我这家一家已经不成个家了 不能再相遇 不能再相遇那份永恙 淳于 要是我真是违背了你的心意 我把家给分了 你能原谅我吗 淳于你能原谅我吗 你给我一句话呀 你 贱民他说 现在所有的人 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 那是一条你最不愿意我们走的路 那是条你最不愿意我们走的路 淳于啊 我真是不甘心啊 我 我 可淳于 你能告诉我吗 我除了分家 我有什么法子可以让这个家的人都不再怨我 我不再恨我了 我 我 淳于 我是不得已 我这是 我这不是对不起你 淳于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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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于 我对不起你 淳于 淳于 哎呦 好苦呀 淳于 这些是给你们的 出差 还有那么多时间逛街呀 爸 这些啊 都是雷董精心挑选的 一瓶红酒 一条丝巾 还有这盒呢 高档的巧克力 家里每一个人都照顾到了 这些东西都不便宜吧 雷董喜欢送人家精致的礼物 这样呢 才能够表达她的心意 那人家干嘛对你那么好啊 妈 雷董可是一个温文儒雅 世事周到的好老板 在他眼里呀 我可是一个负责尽职的好特助 出差这么多天 买点礼物 鼓励一下下属 也是人之常情嘛 我听人家说 这一瓶红酒好几千块呢 干嘛送这么重的礼呀 爸 您要是觉得这个礼物不合适 我拿回去退给雷董也行 那怎么行啊 人家专程从欧洲带礼物回来 你给人退回去 这不太好吧 爸 谁让你们俩顾虑这么多了 我不过是遵照领导的旨意 把礼物给你们带回来 表达一点心意 你们想得太多了 我们也只是关心 关心你 关心你的工作 爸 我都三十了 知道如何拿捏做人做事的分寸 好 那你有没有 我的意思是 你又没遇见那个 没有 妈 你能不能别总跟我提那个人 他早被我从我的世界里 彻底删除了 即使遇到了 我也会视而不见的 那他 也能跟你一样吗 这个就不是我能掌控得了了 如果他要非认我这个前妻 那我也没有必要躲躲躲闪闪 不过我认为 他恐怕没有这个胆识 他毕竟会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甚至怀疑 雷雷雷根本就不知道 他有过一段婚姻 所以 你就等着看他的笑话 我应该不至于吧 毕竟他的过去 也是我最难过的回忆 我呢 只是觉得 你的思想跟行为是自相矛盾的 我真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也许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呀 心里头到底想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凡事啊 要三思而后行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诸成大错 更不要图一时痛快 伤害了自己 那是不合算的 我已经被坎坷的经历 磨得刀枪不弱了 放心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一回到家里 肚子就咕噜咕噜叫 特别想吃丝瓜粥 你还没吃粥饭呢 都几点了真是 还说我好好照顾自己呢 还好你爸今天够勤快 中午就把粥给煮上了 我去给你热热去吧 想死我了 吃了十几天的外国菜 就像家里的丝瓜粥 那就好好多喝一点 因为誓言不敢提 因为承诺不甘心 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 去说服明天的命运 没有风雨 没有风雨多的过 没有坎坷不必走 所以安心的牵你的手 不去想该不该回头 也许牵了手的手 也许牵了手的手 前生不一定好走 也许有了半个路 今生还要更忙碌 所以牵了手的手 所以牵了手的手 来生还要一起走 所以有了半个路 没有岁月可回头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